以前我没有想和结婚 遇见你之后 结婚就没有想和别人了 原本这场婚礼应该在三年前进行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延迟到了今天 虽然突如其来的疫情 把今天的这对新人的婚礼 推迟了三年之久 可是这不影响他们爱彼此的那一颗心 包容体谅分担一切的大小事物 一直走到了今天 迈向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今晚的新郎Kenny 她也有些话想要对岳父岳母说 在她的人生重要的阶段 谢谢你们对Kenny的信任 感谢你们把小女儿交付给她 未来请你们放心 虽然很多时候她的话都比较少 但她一定会好好地带你们的小女儿 爸爸请您放心地把小女儿交给Kenny吧 全场送上这个祝福的掌声 所以我们 transporte的电梅 他这段浪漫的画面 我感谢你 你拍张的踪迹 我感谢你 木头